用我手中的这块神秘电路板 代替传统汽车上几百个ECU元器件 这就是特斯拉2016年时 给到全球汽车的第一个 电控集成解决方案 看完我的这片视频 你就能理解特斯拉三电 其中一电电控 它到底厉害在哪里 欢迎进入陈峰特斯拉硬核频道 我手中的电路板是特斯拉分布在 车身右侧的第三代余控制器 就是它取代了传统汽车原有的 几百个ECU小电路板 相当于把每个控制硬件的几百个小脑袋 集成为了一个大脑 特斯拉通过车身的分布 设置了三个范围 使用了三个预控制器 通过一二三代的预控制器迭代 可以看到特斯拉不改内饰 只选择迭代技术 只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你永远买不到最新款的特斯拉 看到这里有没有更深一些的理解呢 对汽车带来的改变 首先是全车限速的减少 车身减重 初代Model S没有使用三预控制的时候 限速有三公里 Model 3上车后 限速使用在1500米 据说Model Y要做到100米的限速 可不敢胡说啊 再加上以太网的支持 相当于把光纤限速引入到车内 限速的半径会更小 再次减重 同时车轨级桶减少使用后 对环境污染也会有很大帮助 成本降低后 我们作为消费者 购买价格同步降低 估计很多人会奇怪 为什么八年前 特斯拉就做到了预控制器 这八年国内车企 拿钱却砸不出来呢 对啊 其实门槛高载技术研发啊 预控制器的使用 必须要供应商 给到你零部件的代码 做匹配兼容 或者按照车企的要求 供应商进行代码重写 把我辆不够的车企 供应商是不会搭理你的 特斯拉当时就很简单粗暴 你不给我搞 我立马就自己研发制造 你牛逼 所以当时国内引进 特斯拉要求100% 供应链国产化 一是让特斯拉把车上的 所有零部件 直接给到国内代工生产 二是能带到国内厂商的制造能力 给到一个前沿的基础方向 前几年大部分新能源车企 只能采用分布式电控 也就是保险丝和几百个ECO 放在车内各个位置 限速很长 车身很重 还很费电 必须要使用150度 甚至更大的电池 才能艰难维持续航道 两三百公里 也没法做小电瓶低能耗的车型 这些成本 其实消费者已经替车企买单 同时在车企价格大改变时 老款车直接就变成了 没人要的费电老头乐 不过前几年买特萨拉的兄弟 我觉得还挺幸运的 这两年部分靠谱车企的新车型 也开始使用预控制器架构 我知道的有小鹏X9 广汽爱安 理想 乐道 长城 你会发现特萨拉以外的电车 For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OTA更新很少 也无法控制很多硬件 但是这几年特萨拉通过OTA 却可以让车辆增加额外的各种功能 甚至工信部多次召回的功能 也可以软件实现 包括增加减少驾驶模式 增加后向AEB刹车功能 通过OTA软件给车辆增加硬件功能 这就是预控制器 骑乘后 车骑软件能力的 不可复制性 在检测到电流有问题的时候 预控制器也可以立马断电 形成一个电子安全开关 可以重复使用 在软件出问题的时候 Tazla为什么有时候会让你关门锁车 静止一段时间再上车呢 就是这个原因 不需要再更换保险词这种一次性装置 影响的劣势就是研发成本过高 技术门槛也高 只有这个车型批量销售成功 才可以平摊这些成本 而且需要后期强大的软件能力来维持 目前Tazla的预控制器 分布在主驾驶的左侧 副驾驶右侧 包括我们车前也有一块 Tazla这个成本控制框梦 就连左右两个预控制器电路板 都可以拼成一个 你敢想象这种抠到极致的设计 是来自全球头部的一家电动车企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就是Tazla三电之一 电控它到底强在哪里 也是这几年所有车企一直模仿 但是却很难使用上的电控护城盒 这篇视频全网首发 内容较长 但是丰富银河 记得点赞关注常来陈峰的银河频道哦